我认识 可能是一个social conscience 都是怎么样的吧 石头发没了还拿来捐 这些人真没功德心 把我们的礼物箱当做垃圾箱 石头发没了还拿来捐 这些人真没功德心 把我们的礼物箱当做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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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箱子好像有一个印尼拿来的弦箱 今天这里一直都能笔实 把我们的礼物箱当做垃圾箱 这些人是怎么的 是谁 都是谁 以赞而是所有赤人 以赞而是赞而是一制律 我是谁 谁是我 到这里 那現在我懷疑這算是我教育懷疑的時候 你講的東西是他有一個 前面畫面進去畫面 所有的畫面還可以拿來圈 這就是人生背後的新聞所以要很興奮 所以你所有的任務環罩 跟所有的感情基礎 基本上是我們這個劇本的養分 還有你自己可以發手的意見 然後裡面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這樣 可是那個情形 想到那個情形的身上 所以我們一起兩個畫面 我們應該畫面 還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對 兩個畫面 我們很慣性的就是用同樣的一個語數跟語調 把不同的角色演出來 可是其實每一個人講話的方式都不同嘛 所以接下來我應該會使用一些韶光老師今天教的一些東西 就是怎麼樣在每一個不同的角色 用不同的講話方式去呈現這個人物 很像目前我會讀劇本 然後把牌子配好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我的角色是怎麼樣的 可是以他的方式去想就是 他這個角色的背景 然後這個角色的 history 這個角色跟每一個人的人物 每一個東西他都很細膩 然後我們對望的時候 一分鐘後我就 在那一分鐘內 就是感覺很多感覺 就很傷心 然後就有一點生氣 然後也滿激動的 然後就眼眶紅紅 然後眼淚就一直在那邊打滾 然後就真的流淚 我就完全相信他 然後把我的情感全部放出來 就是這樣一個一分鐘 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一分鐘 更多精彩視頻 請到channel8news.sg觀賞